有一个单位呢 在选举的时候也很好用 因为呢他们自比为是什么 东厂也就促转会 万年促转会怎么一言再言 就这么爱当官吗 转型建议不中断 像行建议院还要报警再延任一年 促转会主委杨翠月薪蛮高的 19万元 当初的时候引发建议 就2018年的时候 成立的时候呢 其实呢9月就爆发了张天青说 我是东厂嘛 还遭到监察院的弹劾 我想问一下委员 为什么那么爱当官啊 他们一言再也 不是说报告都差不多了吗 怎么还要继续演 我觉得报告没有差不多啦 报告真的 问题是说我们在咨询他的时候 他连报告他都没有真正的 按照他原来应该要有个 那个整个报告出来 他完全没有 我们那时候还讲说 你促转的这个终止 你的功能是要做的事情呢 为什么在你的报告里面都没有 都没有显示出来 那你里面还提到说 应该要和解啊等等 这些完全都没有 最可恶的一点是什么 最可恶的一点呢 我觉得民党政府呢 尤其在促转这个促转会的这件事件上面来讲 我觉得它根本就是像是有执照的一个诈欺的一个集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去年在审那个预算的时候 我们还讲说为什么你会需要这么多的预算 因为你延展的时候理论上来讲你应该到五月就已经没有啦 你怎么还会需要这么多预算 然后那时候讲说因为不知道这个到那个时间的时候 到底会用掉多少等等的这个情形 所以你看他那个时候还提到的是 好像是今年时间到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展颜 可是我们看到实际上面的情形并不是 实际上面的情形他就是又找了个理由说他有好多的事情没有处理 但问题是说你原来就不是一个永久性的一个组织 所以我们提到就是说他非常可恶的一点呢 因为这个钱来自哪里 如果是他自己无几值 我觉得民众大概也就忍一忍一忍就算了 对不对 但问题不是 他这个全部都是明子明高 以现在比如说COVID-19的情况之下 其实已经有很多的产业 他其实是蛮惨的 像这些的东西 那你有这些的政府预算 我觉得我们宁愿把这些给需要的老百姓 而不是给这个没有用的这个单位 这个单位在做什么呢 他真正只有用来 就像你刚刚前面提到 他要找议题出来将来能够选举而已 他只是找麻烦而已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来讲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其实但问题是说他条文在那边 他的条文他第十一条里面就规定说 他只要没做完的话 那他报请行政院长同意的话 他就可以再延展 然后每一次延展以一次为限 每一次延展以一次为限 他并没有限制他的次数 好 那你大家讲说 那你立法院可以修法呀 是 立法院可以提修法 那事实上也有委员提的 但问题是说他不过呀 为什么不过呢 因为民进党在立法院里面他是多数啊 所以你根本在委员会讨论的时候 他就已经被封杀 然后你到院会里面去表决的时候 他一样照样被封杀 所以你要去修改他说 他只能够到这边 那他基本上来讲 从实务上面来讲 几率不太大了 是 转型正义变成了选举上的操弄 我们就发现说呢 民间的真相与和解促进会就说啊 转型正义千万不要成为政党的提款机 但是呢这个所谓的独立机关 但现在看起来也不独立嘛 因此呢这个促转会一言再言 我想问一下凯翔 因为这个太好笑了 公务员怎么好像在配合民进党 2019年反年改的成抗的时候 分局长还指示要假摔 假摔了 那时任的分局长洪文宏呢 就说如果有推及了 你就直接跌倒啊 直接用现行犯逮捕啊 因为我就假摔嘛 所以其实这个也还蛮荒谬的 你怎么看这个一个 我觉得促转会就应该调查这个啊 我说真的啦 促转条例 委员在立法院不要废 他们喜欢留着就把他留着 留着 因为促转条例跟促转会现在多荒谬 他调查时间只有1949年到1987年 也就是李登会的执政大部分时间就已经不调查 之后也都不调查 民进党执政也都不调查 把促转条例不要废 促转会也不要废 把促转条例的年限给他修掉 把修掉之后可以调查什么事情呢 像中天啊 为什么现在在网路上面 因为就是党在操作嘛 党用了一大堆行政不中立啊 用了一大堆这些 这些肮脏下流的手段啊 然后呢就没收了人民的私产啊 就跟现在民进党指控蒋介石 指控国民党一样啊 所以把年限修掉 中天为什么这个频道不见了 变成华士可以进来 就是党在没收人民财产啊 就把他来查一查 就比照促转条例 现在查国民党来查一下民进党啊 还有前一阵子刚结束 刚刚发生的这个太鲁阁事件啊 党有没有在里面搞东搞西啊 是不是害死人命啊 苏贞昌跟林家隆搞不定 然后呢这个一个什么什么 什么这个报告 总体检报告不能公布 然后台铁里面塞一些任用私人的 然后呢总统说要改革也不改革 有没有官僚杀人啊 是不是党害死人命啊 跟228不是差不多吗 说什么要我们国民党来屠杀民众 杀多少人多少人 一样是党在搞鬼啊 为什么国民党要查民进党不用查 出来出展会不要废 那就不要废 出展条例要留着就留着 把年限修掉 从1949年开始无限往后延伸 那当然这个案子也可以查 彰化这个黄媳妇这位先生啊 退休警察去呈抗啊 单枪批码对二十几个警察 把他包围着 然后抢他的气体喇叭 不准他发声 说他一动你就赶快跌倒 然后我们就用线刑犯抓他 我觉得这件事情 其实今天已经有很多人讲了 那细节我不太讲 我只是觉得荒谬是荒谬在什么 蔡英文是他当总统还当皇帝啊 凭什么他在面对承抗的是什么 不看 看不到 看不到 听不到 打不到 我说真的 打不到我明显可以接受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丢出去的是什么东西啊 你接受我不接受 马英九就被打到 对 我说当年丢马英九 是不是很输啊 如果是一把飞刀还得了啊 所以我觉得打不到这件事情 我可以接受 对委员首我们一视同仁 应该要打不到 但听不到跟看不到是怎样 蔡英文怎么样啊 一定要搞了一副歌舞生平 太平盛世他才晚上才睡得着觉吗 才这个法国大餐才吃得下吗 这搞什么鬼 这是马屁嘛 那听不到又怎么样 黄媳妇就拿气底喇叭 气底喇叭是很大声没错 但他不是金毛狮王谢迅 用施吼公会把他吼成什么 什么精神错乱吗 所以这就是马屁过头了 真的太过分了 所以我觉得要留着就留着 民进党 国民党加油一点 赶快拿回执政权 杨翠赶下台啊 处理党会继续留着啊 就把年限修掉之后 就民进党任内干了什么事 台本啊 变成这个无奈人家自己的啊 这些东西都查一查 不是只有国民党会 应该要被查 民进党也要查一下 是啊 我们今天讨论这些 就会发现说 因为接下来明年就有一些选举年了 这个促长会再延一年 再延一年的时候 就是跟选举会跟相关了 跟刚刚我们讲的说 像那个强哥有讲的 如果说是选举的话 川普就要来了 蓬佩奥也要来了 所以这都是有一些 辅召班班在里面 其实我跟真的 我超级认同凯翔讲的 我双手双脚举起来同意 千万不要废促转会 绝对不可以废 一定要留着 等到将来政党轮替的时候 就把年限解除就好了 太多不正义的事情 多到真的是 庆竹难输啦 你不要讲 第一个促转会 第一个要查什么 我们就查促转会的东厂张天青 不就是吗 先查张天青 查我们张天青的东厂事件 可以这样去搞在野党的吗 那二查什么 二查就查今天碰瓷警察 为什么会有碰瓷警察这种事情 三查查什么 查高永成 高永成今天竟然把他变成是 所谓的民进党的御用打手 去恐吓调查检察官 嚣张的行径 请问到现在有付出任何的代价吗 四查邱泰山啊 关注司法事情也没结果啊 然后还跑去当陆委会主委啊 五查六查七查八查 根本查不完啦 那最后我还是要回头呼应 刚刚为什么讲 看不到 这个听不到 打不到 对 删不到 我真的是觉得马英九无能啦 删不到都做不到 没有一个做得到啦 那我这前阵子不是大家在讲那个藻礁公投 我就出来还原那个国光石化的过程 你看马英九多可怜啊 我在的时候 他到国光石化参会上去直接被主持人拔麦 嗆瞎 所以就包着他下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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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看得到也听得到 看得到也听得到 然后呢 后来到后面 接下来就是什么 丢输丢邪 打得到还打中耶 打中还没罪 没事耶 所以你看到蔡英文的什么 沟通沟通再沟通 根本就是一片局嘛 叫你大声 你敢大声我就碰瓷警察陷害你 这就是今天的民进党